哈囉 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來透過立體的講解 一起更加認識純物質的分類方式 這裡有一個簡化的元素週期表 而今天我們要來研究鈉這個元素 所構成的純物質以及混合物 到這邊我們要先暫停一下 各位同學請你們想想看 有哪些純物質或混合物中含有鈉元素呢 今天我們有一塊金屬鈉 而金屬鈉經過燃燒之後會產生氧化鈉 如果我們把這個氧化鈉丟到純水裡面 則會產生氧氧化鈉水溶液 所以依據物質的分類 金屬鈉氧化鈉與氧氧化鈉水溶液 分別屬於哪一類呢 在開始解題之前 我們要先來複習一下純物質還有混合物的定義 純物質指的是具有一定的組成和性質的物質 而混合物則是指由兩種或兩種以上的純物質混合而成 它是沒有一定的組成及性質的喔 所以題目中所說到的氧氧化鈉水溶液 除了含有氧氧化鈉分子之外 也含有水分子 所以氧氧化鈉水溶液含有兩種以上的物質 所以它是一個混合物 而剛剛提到的純物質 又可以分成兩個種類 元素跟化合物 而元素指的是一種原子構成的純物質 化合物指的則是由兩種 甚至更多種原子所組成的純物質 題目中提到的金屬鈉 是由一顆一顆的原子堆疊而成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它只含有一種原子 因此是元素 而當金屬鈉經過燃燒之後 鈉原子與氧原子結合形成氧化鈉 氧化鈉是由氧與鈉兩種原子組成的 所以屬於化合物 因此本題的答案為 金屬鈉屬於純物質 氧化鈉屬於化合物 金氧化鈉水溶液屬於混合物 你答對了嗎?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